叉燒肉 溏心蛋再配上海苔 面条 西斧 汤汁 位在秦光市场商圈知名的 樱流生姜酱油拉面将要顶让 来到店面平数小已经停业 也很难想象这里月租金开价 竟要十万 我拉面店的住宿 我的店都差不多十万块了 以前以前这些人比较多 还有饭店 还有大的人 还有日本人多 创办人英风良一说 每月至少得赚七十万左右才会回本 但对于月租十万 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价格 专家则提到秦光市场 属于二线型商圈 一般店面租金落在单平三到五千 至于樱流拉面是因为平数小 虽然换算单价高 但总租金低 在市场上算是合理价格 樱流拉面店店面十二平 月租金十万块 旁边的店家也透露说 换算下来一平大约是一万元左右 不过来到秦光市场的巷弄里面 可以看到摊位形态不同 以及店面大小不同之外 月租金都有落差 摊开地图看看 樱流拉面位在双城街上 加上是新大楼月租金相对较高 来到秦光市场的巷弄内 摊位数比较多 对比街道人潮较少 有业者透露 因为店面大月租金上看五万 但若平数较小几千块 就能租到落差很大 而若是对比临近的中山商圈 专家则提到 以相同月租金十万元的行情价 只能租五到十平的店面 其中若在南京西路 主干道上的店家 大多一平也是一万元 进到巷弄的店面 人潮相对较少 月租则会便宜 会打六到七折 一线或二线行商圈 月租金不同 也因此引发话题 东森新闻 如智杰温永连台北采访报道 想当地产王 就看EBC地产王 最独到的房市建案分析 最专业的知识 最亲民的内容 就在EBC地产王